台湾新闻局长杨永明15号告诉美国之音 台湾的民主发展可以对北京政府带来启示作用 而台湾总红码英九今年针对六四事件的声明当中也强调了这一点 其实不要担心政治改革跟民主化 台湾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证 华人的社会以及就是中国的传统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础的社会 可以进行民主化过程也许会有一点帮比 有一点这个就是说波动 但是呢结果是甜美的 结果其实是会更进一步强化我们这个社会 尤其是这个如果是这个中国大陆的将未来在世界上的地位 以及真正人民的这种就是说不只是政治上选择 也是他经济上的一个发展 所以其实这个是在马英九总统他的这个这一次六四声明当中特别强调 对于国民党亲民党是否能在这次选举中合作 杨永明说台湾人不能再输了 总统大选跟立法委员其实他没有真正的开始 但是相关的提名都已经陆陆续续到位了这是没有没有错的 那至于说台湾有很就不同的这个政党之间的合作 我觉得这个的的确许是很重要的问题 尤其是在我们刚才谈到的两岸关系的这个议题层面 那其实有尤其是在泛兰这一块你就很简单的逻辑 你就是合就赢你分就是会输 在从不管是地方到中央的层面过去经验几乎就是如此 所以我觉得台湾人不能够再输 然后呢泛兰也不能够再就是说因为这样的因素而产生 就是说使得我们这个现代的两岸关系或现代的政策这么稳定 提供台湾人一个稳定的环境经济发展的一个基础 然后呢受到破坏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个是一个相互的责任 尤其也许我们国民党这边我们应该要就是加强努力 来跟我们的这个具有相同理念的这个其他的政党 进行这个密切的这个相互的沟通跟理解 针对两岸关系杨永明说 两岸互不承认对方主权互不否认对方治权是务实的主张 进行政治会谈的时机还不成熟 政治问题其实是谈这些东西还时间不是那么的成熟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加强互信 然后继续处理这些务实的问题 那这些务实的问题其实是攸关人民每一个层面的生活面 有些人真的其实对政治问题比较急 或比较有那个热情 其实都这都是很值得就是说这个尊重的 那但是呢也的的确确因为做政府啊 你其实是要考虑到全面这个人民跟社会的每一个层面 所以那事实上在每个层面它面临到两岸之间 因为已经进行到这样子的交往的深度的时候 它所人生出来一些法律啊政策的问题好多 那我们要先把这些问题做一些基本的 我们不是说所有的都厘清的时候然后才那个 不是而是说做一些基本的 那我们现在你看ECFA去年六月才签 一月才早收清但才开始推动啊 所以其实然后两岸之间的这样子的一种对立情况已经多久 起码我看到如果是2008年的话都快60年了对不对 所以事实上嗯一个时间的这样子的一个观点或一个大的历史的角度来看哈 我们其实还是刚开始但刚开始呢要好好的就是说呃 来去这个让它能够有好好的基础好好的发展 好不要太急不要压苗助长 然后呢就一下进入到一些议题然后充满的这个可能 即使我们台湾内部都没有办法有很高的这个交叠的共识的这些议题 你可能反而会摧残了影响了其实真正攸关人民很多权益 从经济到交通到这个贸易到观光的各方面的权益的这些处理 对于绿营的新台湾国策智库提出 两岸未来要跳开一个中国的架构 以兄弟之邦作为新政治基础 杨永明回应说这个主张在政策面上的指导性不够强 那特别兄弟之邦还带点有一点这种血缘 或者是这种在我们这个华人社会讲 也就是带有一点这种血缘的这种关系 那这样子的一种理解其实也是进一步 或者是更密切的在描述 就是说两个社会之间的民间或者是这个相互的互动 可是呢作为就是说在政策面 它的这个指导性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强 也就是说它其实兄弟之邦是比较就是说是一个社会性 社会关系的描述 那作为一个比较政策的指导的一个原则 而且必须要有的时候政策或者是在特别是在跟这个他国 尤其是两岸之间的互动 那不是说我单方的说法 那必须要有一定相互的这个尊重跟理解 那如果说你要把它作为一个政策上的这样子的一种原则的话 其实它可能稍微弱了一些 那而且呢可能这个北京接受这个说法 也是说那它可能事实上是正确描述 但是呢作为两岸之间 比如说进行这些经济议题谈判的这种相互理解的 这种政策指导的基础 可能稍微弱了一些 前台湾总统李登辉被起诉贪污洗钱 有人批评是政治追杀 起诉的时机也引起质疑 杨永明对此提出了回应 当然这种说法其实已经变成好像是一种固定的反应 但事实上稍微了解台湾政治跟司法都知道 其实台湾真的民主化了20年的时候 其实这个司法已经相当程度的有它的独立心 尤其是这个马英九总统 他对于这个司法跟制度的尊重 那是你难以想象的这种就是高标准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7月28号的时候 也要成立一个叫做连政署 所以事实上 然后我们要进行这个政府组织的这整个改造 让它更有效能 让它不会产生就是说龙元或者是这些问题 所以其实对于制度跟这个司法的尊重 其实是这个马英九总统一个很核心的政策跟他的这个理念 那当然在这个问题上这个李登辉总统被起诉的这个原因 其实社会大众有很清楚的了解跟评论 而且其实也是这个陈淑辉总统他在他的被起诉过程当中所主动揭发的 所以类似像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其实我们基本上完全是尊重司法的审判 那当然要把它变成政治化 我想这个其实很多政治人们会这么做 但是呢 其实人民的眼睛是血亮的 而且大家也了解到 马英九总统以及现在的国民党政府 对于这个司法 对于法律的一贯的态度 其实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样子 所以我想其实这种说法 应该可能会不公自破的 杨永明此行的任务之一是说明台湾加强国防的决心 台湾希望向美国购买F-16CD型战斗机 但有分析说两岸关系和缓 美国对台军售显得不是当务之急 杨永明对此提出了反驳 我觉得这真的是少数人的声音 而且是比较从学术性或者是一个特殊的角度观点提出来的 那当然这些声音因为跟就是太过于这个特殊了 所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是你大概都可以指出来大概只是少数人的观点 那并不代表我的感觉并不代表现在美国这个不只是主流 是普遍的这个观点 因为台湾呢所代表的不只是我们现在的政策 是有助于这个两岸的稳定 东亚的稳定 符合台湾中国大陆美国的安全跟经济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台湾也代表的 其实整个民主化过程所获制的这样子的民主跟人权的价值跟理念 在这样子的一个社会能够去得以实践 而且我们还不会忌讳于把这样子的经验跟声音 来跟这个中国大陆或者其他国家分享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环节 我觉得其实跟美国所开国以来所主张的这种价值理念 安全经济利益各个层面其实是相符的 那其实美国的在这边的决策者媒体都相当深刻的理解 那因此其实也就是说的的确确08年之后 一方面两岸是稳定了 另外一方面美中关系似乎变得更密切了 好像就是说既然稳定了 为什么要再去拿一个东西来去让这个密切的关系 好像一下子受到这个波折 这个东西其实这个思维跟罗吉是有点错误的 因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其实是在现实的意义上 但在很多这个就是说价值理念或最终的战略目标上 还是有它的差异 而台湾现在所执行的这个政策 其实是跟整个区域的稳定跟安全跟利益是完全相扣合的 尤其是跟美国的这个战略政策跟它的价值理念是一致的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观点来看 其实应该是说不是要把台湾给从这个黑板上擦掉 而是要让台湾这个东西凸显出来 作为我们现在的政策跟作为 其实是稳定而去符合所有包含中国大陆这个利益的情况 把它凸显出来的 那这样凸显其实你当然某种程度要 这个欧巴马总统也都鼓励过了 也就是两岸关系发展是正面的 而他也觉得这个签订ECFA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这就是一种凸显 但是同时你还要去强化台湾这种自我防卫的这个能力 这种自信心来进一步去做这样子的一种和解跟交往的政策 那因此呢这种也是一个同时要去进行的 那这个根其实我觉得更这个密切的美中关系 最终的未来的发展是不是绝对冲突的 不是绝对冲突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 那我感觉到就是说 美国大部分人的对这方面理解 其实相当一致的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已经卸下政治领袖的职位 台湾政府是否会欢迎达赖喇嘛 以宗教领袖身份访台 而达赖喇嘛访台是否会为两岸的关系带来冲击 对此杨永明说 两年前并没有产生怎么样的一个冲击 我觉得其实大家也都了解到 这样子的一个作为 其实是符合人道理念跟价值的 而且我们在于这个民主跟人权的这个观念上 其实台湾的坚持是跟美国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也不会认为说 这个会对应该是不会对两岸关系产生冲突跟影响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湘张松林的采访报道